你好,这是刘日森伙博主老孙,来自日本福山市 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名菜,名字要做蚂蚁上树 这道菜听起来挺高达上的,实际呢,做起来是相当简单 做出来的这个蚂蚁上树啊,是真香,真好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来准备肉丁 从冰箱里拿出一块粒鸡肉 用刀切成条以后,再切成块 放到破笔剧里边,打成肉丁 当然也可以用刀剁成肉丁 但是用破笔剧的效率比较高 在破笔剧里转十秒左右就解决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腌制肉丁 在肉丁里放一勺盐 一勺蒜 一勺姜泥 一勺姜泥 三勺料酒 两勺酱油 少许十三香 然后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 拉上保鲜膜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我们山东的洞口粉丝到了日本 变成了洞口春雨 拿出两块粉丝放盆里 倒入开水 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看到粉丝已经软了 将水倒出来 控水 控一会儿以后 用刀将粉丝稍微分割一下 然后,在粉丝上面放两勺姜油 少许葱油 少许葱油 充分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配菜 首先来准备包瓜用的姜 蒜 辣椒 和大葱 将它们切成沫之后 放到盘里备用 马一上树 又名肉沫粉条 是四川省的特色传统名菜之一 因为肉沫 铁在粉丝上面 形状像是马一趴在树枝上 而得名 据说 马一上树这道菜的菜名 跟关爱卿笔下的斗鹅有关 斗鹅用小块猪肉切沫以后 加粉丝炒好后给婆婆吃 婆婆除了赞叹好吃以外 还给这道菜起了个形象的名字 叫马一上树 然后再切一个青辣椒丁 和一个红辣椒丁 放到盘里备用 这两个辣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装食用 最后切葱花 是因为这个葱太辣了 切的时候非常辣眼 最后切完了以后呢 赶快把刀和案板刷一下就好了 到这里所有配菜的准备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料汁 在盘里放一勺糖 一勺土豆淀粉 三勺酱油 一勺陈醋 一勺葱油 半盆清水 用勺子葱粉搅拌均匀之后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是关键的最后的一步 总和烹饪 首先在锅里放入刚才准备好的肉丁 锅里呢不要加油 中小火慢慢加热 将肉丁炒熟 大约三分钟之后 肉丁的水分就完全烤干了 肉丁呢也就熟了 这时候出锅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另起锅 在锅里放一点猪油 倒入刚才准备好的包包用的葱姜蒜和辣椒 包香之后 倒入刚才准备好的料汁 然后 先加入刚才准备好的青椒和红辣椒 之后再加入肉丁 和准备好的粉丝 充分搅拌均匀 最后加两滴香油 搅拌几下之后 迅速关火 出锅 装盘 这样美味鸡成一道漂亮的蚂蚁桑树就做好了 来看看我们的马一上市做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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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这个颜色 一看真漂亮 吃饭充满了满满的香味 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 吃这个粉天哈 嗯 这个粉天相当劲道 吸足了汤汁的味道 酸 甜 辣 香 嗯 就这几味道 一跃嚼 又有滋味 再尝尝这个肉丁 嗯 这个肉啊 特别鲜 特别嫩 并且特别香 没有一点上味和腥味 哇 真好 所以刚开始 燃这个肉 虽然 花点功夫 但是 决定了这道菜的成功与失败 哇 嗯 嗯 没别的词的 只有一个字 香 两个字 真香 三个字的话 太香了 哈哈哈哈